大家好,我是威加伯老師 我們這一門課的教學意見調查已經開始進行了 請大家記得上網填寫教學意見調查 大家的這個教學意見很重要,因為可以幫忙評估教學以及課程設計 下禮拜二,也就是6月15日是這個期末報告的收件截止日期 除了期末報告PDF檔之外,如果你有實際程式展示,你可以用錄影的方式 將錄影連結還有報告一起寄給老師 然後期末報告分數排名在前10名的前10組要在最後一週上線報告 那我們是用Google Meet的方式 時間是6月22日早上9點10分開始 然後關於這個期末報告的分數,我會在最後一週上課前公佈 請大家注意這個課程網頁的公佈,所公佈的期末報告成績 然後關於這個期末報告的話,大家在撰寫期末報告的時候可以 注意一下這個注意事項 就是說 如果你有引用別人的文字或程式碼一定要注明出處 否則會被視為抄襲 那助教會用搜尋的方式去查詢你的報告是否有抄襲 那有抄襲的話就視為零分 然後下面有一些期末報告的評分重點 請大家自己看一下 本週的進度是 CAMERA MODEL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課程大綱 課程大綱 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介紹這個 PROJECTIVE GEOMETRY 跟這個AFFY GEOMETRY 電腦視覺的輸入都是影像或者是影片 那這些 影像或者是影片 它其實是 三維世界中的物體 投影到 一個二維平面 也就是相機成像平面的結果 那這個投影的關係就是稱為 這個投影的關係就是稱為 投影幾何 也就是這邊我們要介紹的第一部分 PROJECTIVE GEOMETRY 那跟PROJECTIVE GEOMETRY相關的是叫 AFFY GEOMETRY AFFY GEOMETRY是 PROJECTIVE GEOMETRY的特例 大家 大家之前都有學過線性代數 線性代數教的 就是屬於AFFY GEOMETRY的部分 包含了這個常見的旋轉 平移或者是縮放 這個都是屬於AFFY GEOMETRY 那今天我們要教的 從三維世界投影到 二維平面的這個 投影呢 它叫做 透視投影 那這個透視投影呢 它其實是 這個AFFY GEOMETRY它的一個推廣 好那接下來第二部分會介紹 Vanishing Point跟這個 Cross Ratio 從這個我們 給定一張 影像的話 我們可以去找這張影像的 Vanishing Point 那這個Vanishing Point可以幫助我們去了解 這個 相機在照這張影像的時候 相機的視角到底是 怎麼樣 比方說 我們如果可以知道 Vanishing Point我們就可以知道相機的高度 然後第二個是 Cross Ratio Cross Ratio可以幫助我們從 影像去計算這個影像 當中物件在 實際 實際三維世界中它的真實的長度或者是高度 然後 第三部分是 Pinhole Camera Model也就是 針孔相機模型 那我們要在下週才會介紹這個Pinhole Camera Model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一個 拍照的例子 我們在拍照的時候常常會做出一些特效 比方說 這張影像 它是有一個小孩 然後他的手掌 上面有兩個人 那這個在實際三維 的世界中是不可能的 因為 我們人的大小都差不多嘛 所以這三個小孩子的大小應該也都差不多 那你 人的大小都差不多的話 你不可能把 另外兩個人 放在你的手掌上 那 這一張影像 它之所以可以做到這樣的效果 原因是因為 它利用 這個 拍照的時候如果人 離相機比較 近的話 那 在影像看起來的 大小就會比較大 那人如果離相機比較遠 這個在成像上 離得比較遠的人在 影像中就會比較小的這個特性 他去拍了這張照片 下面是另外一個例子 比方說 大家常常去這個風景區拍照 那就會 想出一些比較好玩的照片 比方說 投影片的右邊有兩個人 那一個人在踢這個比薩鞋塔 另外一個人在扶這個比薩鞋塔 那實際上我們 知道這個比薩鞋塔比人 大 高蠻多的 從這張 從這張照片我們可以看到 人真實的大小大概就是下面 下面我圈起來的這個高度 所以 比薩鞋塔其實比人高很多 但是這張相片它可以做到 人看起來跟比薩鞋塔差不多 高的這個效果也是利用了 剛才講的就是 如果 人離相機 人離相機比較近的話 那在成像 上面 這個人看起來就會比較大的 這個原理 所以 他們就利用了這個 原理來拍了這張照片 接下來我們來看另外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是 有畫家在那個 這個街頭的地板上做畫 那他利用這個 顏色的明暗來創造出一個 深 就是 呃 就是深 就是 洞穴的這種錯覺 那 比較暗的地方他就 會讓我們的眼睛 誤以為那是比較 深的地方 有凹陷進去的地方 所以 這個街頭的畫家呢 他利用這種 顏色的明暗來做出這種 高低的錯覺 讓我們眼睛以為這是 有一個洞然後陷下去 所以 那個遊客就可以利用這個 遊客就可以利用這幅 街頭畫來做出一些 有趣的動作 補充一點就是說 這種街頭畫作其實他跟我們 觀看的視角非常有關係 就是說 只有當你從某一個特定角度來看這一幅 街頭畫作他才會有這種產生 錯覺的效果 如果今天我們是從這幅畫的旁邊 來看的話 那 你就沒有辦法 如果我們是從旁邊來看這幅畫的話 我們就比較沒有 沒有辦法去 產生這種高低落差的錯覺 好 那另外呢 我們再來看 另外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呢 是 我們去拍 拍照拍了一本書 那請大家想一下 這本書跟我們實際看到的書 有沒有什麼差別 好那如果你仔細看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 書應該是 書都是 長方形的嘛 那他的 他的角落應該都是直角 但是呢如果你實際拿一個 尺去量的話你會發現 照片中的這本書 他的這個角度呢 其實是 一個鈍角 他的角度會是大於90度的 那這個跟我們實際中 這個三圍的 這個書本 他的 幾何 是 不一致的 所以這個也 這個原因是因為這個 剛才講的那個 透視投影的這個幾何 所造成的 那 接下來呢 我們會 接下來我們會有一些 例子來探討 這些 投影幾何所 呃 帶來的影響 下面我們來看另外一個例子 這是在一個綠色的球場 然後有一群人在 呃 玩這個 球類的運動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有一顆白球 這個白球跟後面的綠球 的距離 還有這個白球跟 呃 這一顆 棕色的球的距離 到底 這兩個距離哪一個是比較近 比較短的 也就是說白色的球離綠色的球比較近 還是白色的球離棕色的球比較近 我們可以從 這張照片來 判斷這件事情嗎 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是 呃這邊站著兩個人 一個是老婦人 那這個 老婦人比較高呢 還是他 呃 還是這個投影片左邊的這個 老先生比較高呢 就是我們從 這張照片可以去判斷 這兩個人是誰比較高嗎 那大家可以想一下這個問題 好下面 呃這張 從這張影像我們 我們還可以去 呃探討另外 另外一個問題 呃就是這個綠色的球場呢 他兩邊的這個球道 應該是平行的嘛 那假設我們把兩邊的這個球道 呃 也就是這個藍色的虛線 然後做延伸 那我們發現這兩條藍色的虛線 會 在這個影像當中 相交於 一點 那這個就跟我們 三維世界中的觀察 有一些矛盾 因為 球道的 兩側 這 球道的兩側應該是 兩條平行的直線 那為什麼他在這個 呃這個二維的影像中 他就變成了 呃相交於一點的 兩條直線呢 這好像違反了我們在 三維世界中的 呃一個觀察 那還有另外一個地方就是這個 假設我們把球道的旁邊 呃花一條紅線 然後跟球道的底端 呃的那條線也花一條紅線 那這兩條線會相交於一點 那我們去算這兩條 紅線相交的這個角度 那照理來說這個球 這個球場應該是一個 長方形的球場 所以 這兩條 相交的紅線應該是直角 可是 如果我們實際去量角度這個 兩條直線 相交的角度會是 盾角 那這又跟我們 在三維世界中的認知是 不太一樣的 我們三維世界中 這個 呃這個 球道 他的邊緣應該是直角 可是呢 在照片中他看起來卻是盾角 好 那下面是另外一個例子就是 呃 有一個人 他手上拿著一台模型車 然後呢 這台模型車後面有一個停車位 那停車位上面有一台灰色的車子 然後呢 在這個影像當中 這台模型車看起來是比這台 真正的 呃 就是真正的車子還要來得大的 那這個也是違反我們 在 三維世界中的認知 因為模型車 是 在真實世界中 他是很小的嘛 跟真實的車子 呃相比的話 那可是在照片中 這個模型車卻比 呃真實的車子看起來來得大 原因是因為 他離 相機比較近 所以呢 他在二維 成像上 呃呈現出來的大小就 反而比 真實的汽車來得大 那這個 剛才我們舉的那些例子呢 其實都是跟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這個 投影幾何有關係 那這些現象其實都是投影幾何造成的 好 那 呃 關於這個 投影幾何的話呢 我們這邊做一個小小的結論 就是說 在 二維成像上 有哪一些 有哪一些幾何特性是 是不見的 就是包含了這個長度 以及角度 就是我們剛才有看到就是 我們有照一本書 那一本書的角落應該是要是直角 可是在照片中他看起來不是 不是直角 所以這個在 金流在這個金流 呃投影幾何之後呢 這個角度 的 角度 角度已經改變了 那另外就是說這個長度或者是高度也已改變了 就是離相機比較近的物體 他的 長度或者是高度會比較 長或者是比較高 所以經過這個投影幾何之後呢 長度或者是高度 也的資訊也消失了 那有哪一些資訊是被保存的呢 呃 有一點 就是說這個直線 你三維世界中的直線在 經過這個投影幾何之後 這些直線還仍然是直線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呃特性叫做 cross ratio 那他是一個 呃關於長度的比例 那這個我們 呃等一下的投影片會介紹 然後下面呢 有一個表格 那這個表格做了一個總結 呃這個表格 呃他介紹了一些transformation 包含了最簡單的translation 就是平移 然後第2個是rigid就是鋼體的 轉換 然後第3個是相似轉換 similarity transformation 然後 呃前面三個就是大家在線性代 呃線性代數有學過的一個轉換 然後translation呢其實就是一個平移 那我們假設我們是在 呃二維 考慮的是二維平面 那你二維平面的平移的話 他有兩個自由度 那平移的話呢 基本上他只是改變位置 他不會改變你的 比方說他不會改變 一個正方形的 旋轉或者是大小 或者是 長度 然後第2的話是rigid 就是鋼體 鋼體轉換 那鋼體轉換就是前面的translation 再加上 一個旋轉矩正 那二維平面上的旋轉的話 他其實只有一個自由度 所以這邊呢 rigid轉換他會有三個自由度 呃其中兩個自由度是來自translation 然後另外一個自由度是來自旋轉 然後呢 這個rigid transformation 他他會保留這個長度的資訊 因為 我們在做旋轉 或者是在做平移的時候 這個 呃你長度是不會被改變的 然後接下來要看的是這個similarity transformation 也就是相似轉換 那相似轉換呢 他其實包含了前面兩個 就是 平移也包含了旋轉 那他還多了一個 多了一個自由度 就是這個scale 那這個scale就是可以去縮放這個 物件的大小 縮放這個物件的大小 所以這個similarity transformation 他 多了一個scale的自由度 那他總共有四個自由度 然後呢 他會去 呃他保有的資訊 就是這個angle的資訊 就是說 呃假設我們原來是正方形 那他經過這個 旋轉 或者是縮放 之後呢 他並不會改變 他是正方形的這個特性 所以similarity呢 他 會保有這個角度的資訊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會再介紹這個 Affine的轉換 跟projective的轉換 那Affine這個轉換呢 是包含了前面三個 就是 Affine包含了前面的 translation rigid 跟similarity 那他其實呢 還有引入了 額外的兩個自由度 那這個等一下我們會有例子來 介紹 然後Affine呢 他這個轉換他是會保有這個 parallelion 也就是平行的特性 也就是說假設我有兩條直線 原來是平行的 那這兩條直線經過同一個 Affine transformation之後 那他仍然會是兩條直線 而且這兩條直線仍然會是 維持是平行的 所以也就是說 Affine他會去 保有這個平行的特性 然後Affine的自由度是6 他比前面的similarity又多了兩個自由度 這個等一下我們會有一些例子 來介紹這個Affine transformation 那最後呢 就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 這個projective transformation 那他是一個 3乘3的矩陣 然後呢 然後他的自由度是8 也就是9減1 他是 這個3乘3矩陣 裡面應該有9個entry嘛 然後他是扣掉一個自由度 那所以這個projective transformation 他有8個自由度 然後他可以 他保有的性質是這個直線 就是我們前面講過的 一條直線經過這個 經過這個投影幾何之後 他仍然維持是一條直線 但是呢 上面的這些特性 包含這個平行的特性 或者是angle或者是長度 可能都 經過這個projective transformation之後 可能都被 修改了 接下來我們跳到另外一個投影片 就是 Homography 這個投影片 那這個投影片 他有一些 我們前面講過的 Affine transformation的一些範例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我們這邊 假設輸入是 xy跟1 就是假設我們在二維平面 然後我們的輸入是xy 那他下面這邊有補一個1 這個是叫做 homogeneous coordinate 等一下我們會 介紹 那假定輸入就是xy 然後他前面會乘以一個 3乘3的矩陣 然後這3乘3的矩陣 他基本上是一個對角矩陣 他是一個單位矩陣 那只是說他多引入了兩個 兩個entry就是這個 Tx跟Ty 那我們把這個3乘3的矩陣去乘以這個 3乘1的向量之後 我們會發現 他乘出來是一個 3乘1的向量 然後他的第一個entry是 x加上Tx 然後第二個entry是 y加上Ty 所以他就是等於把我們的輸入x 做一個 Tx的平移 然後把我們的輸入y 做一個Ty的平移 那這個就是translation 二維平面的translation 他有兩個自由度 就是Tx跟Ty 下面一個例子是 translation再加上rotation 剛才我們是只有Tx跟Ty 那現在呢 我們把那個左上角那個2乘2的矩陣 換成一個旋轉矩陣 然後假設這個旋轉矩陣呢 他是 假設這個旋轉矩陣 他的旋轉角度是Sida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旋轉角度 旋轉矩陣參數化 變成這個樣子 大家可以去 翻一下那個線性代數的課本 一定都會有介紹這個 rotation matrix 這個translation加rotation也就是所謂的rigid transformation 他 他 包含了三個自由度 就是這個Tx Ty跟這個Sida 總共三個自由度 那下面我們來看另外一個 例子 這個例子呢 是 前面講的 兩個transformation 都沒有改變輸入的大小 平移只是 平移跟旋轉 都沒有去改變我們輸入的 輸入的大小 比方說我輸入是 正方形 是一個長方形 那經過旋轉之後 或者是經過平移之後 我長方形仍然是維持原來的面積 好 那我們這邊這個例子呢 他又 引入了一個新的 變數 就是在這個對角線 三乘三矩正的對角線的地方 他引入了一個 變數A 那這個A呢 就會把這個輸入 放大A倍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scale的縮放 那他這邊就引入了一個新的 新的自由度 那總結一下 如果我們 我們把剛才前面介紹的三種變換 分別是translation rotation 跟scale 合起來 它就是叫做 similarity transformation 它總共 有四個自由度 就是translation有兩個 rotation有一個 然後scale也有一個 總共有四個自由度 那經過這個 similarity transformation 之後 你大小會被改變了嘛 會被scale改變 然後你的 你的位置也會改變 但是這個angle的角度 這個角度的資訊是 是不會變的 就是說你本來是 長方形 你經過旋轉或者是縮放之後 你仍然是長方形 你不會變成平行式變形 所以 經過similarity transformation之後這個角度的資訊是被保持住的 下面我們來看 另外一種轉換 這個叫 aspect ratio 前面我們提到的那個scale x19的話它是在 對角線的地方 都 對角線 11跟22這個位置 它都乘以同樣的一個 entry 但是 實際上我們的 x方向跟 y方向的縮放 可以是 不一樣的比例的 所以它這邊就是讓它的 11跟22 這個entry 可以是不一樣的 另外我們再看一個 這個可能比較奇怪大家可能之前沒有看過 這個叫shear 就是shear轉換 它有點就是類似把 你輸入了這個長方形去把它 做一個壓扁 的動作 這個在數學上的運算呢 它就是在 1,2以及2,1這個地方 引入了兩個 引入了兩個變數 ab 經過這個 矩正乘法之後 它乘出來的這個 結果就會是 我們看到了有點類似這邊的一個 平行四邊形的效果 壓縮過的平行四邊形的效果 好那總結一下 如果我們把前面介紹的這些轉換都加起來 就是translation加rotation 加scale 加aspectratio 加shear 它總共會有6個自由度 也就是 把這些前面的轉換都加起來的話 它總共就是 這個矩正的前兩個列 就是這個3乘3 矩正的前兩個列 也就是 總共是2乘3 總共會有6個自由度 我們把這個轉換叫做 affine transformation affine transformation affine transformation 它 它會改變你輸入的大小 然後它也沒有保有角度了 因為你本來是長方形 它會變成平行四邊形 但是呢這個 affine transformation 它不會去改變這個 parallion 也就是這個平行的特性 也就是說我本來 我有兩條平行的直線 我經過同一個 affine transformation之後 我這兩條直線 仍然是 維持是平行的 上面我們解釋了這個 affine transformation 那我們 來看一下它其實可以改寫成另外一種形式 剛才我們假設我們的輸入是一個 2乘1的向量 然後它是寫成 Homogeneous coordinate的形式 也就是說它會在 XY的下面補一個1 然後我們前面會把 會 在這個3乘1的 向量前面乘上一個 3乘3的矩陣 然後 affine transformation 它其實就是 包含了6個自由度 那這6個自由度 其實就是這個 這個3乘3矩陣的前面兩個列 那事實上我們可以利用矩陣 乘法把這第3個列拿掉 就是 我們利用矩陣乘法把這個 3乘3的矩陣跟3乘1的 這個 然後 向量乘開之後 它可以寫成 AX加B這種形式 那其中A是一個 2乘2的矩陣 然後 X就是我們的輸入 它是一個 2乘1的向量 然後 B也是一個 2乘1的向量 然後我們可以定義一個 AX加B f 定義成 AX加B 然後 其中這個 X是 我們的輸入 然後 2乘2矩陣 A跟 2乘1向量 B 它就是我們這個 Affine transformation 裡面的 參數 然後這個 這個f 其實就是我們的 Affine transformation 它的輸入是一個 R2的向量 然後輸出 也是一個 R2的向量 等一下 我們會介紹這個 projective transformation 那它跟這個 Affine transformation 不一樣的地方在於 它的 第3列這個向量 也就是 31跟 32這個位置 它可以 不是0 也就是說呢 這個 Affine transformation 其實是 projective transformation的一個特例 如果我們把 projective transformation的 H7跟H8 射成0的話 那projective transformation 就會回到 Affine transformation 好那下一頁我們來看 Affine geometry的一個特性 第一個特性是它會保有這個直線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這個L是一條直線 它通過一個點 P 然後假設我們 這個L的方向 是由 這個向量A來表示 然後我們可以用數學集合的方式來描述這條直線 這條直線呢就是可以寫成 等號右邊的數學集合 它 這個直線上所有的點可以都可以寫成 P加上Landa 乘上A 這種形式 那其中Landa是一個 這個 這個Landa 直線上的點 都可以寫成 P加Landa 這種形式 那其中 P跟A是給定的向量 然後Landa是一個 任意的時數 然後我們前面也有 定義的這個 Affine transformation 假設是 T 那他的形式就是 等於 Ax加 A加B 好那現在呢 這個 直線上一點是 P加Landa 然後我們來算一下 經過T這個 Affine transformation之後 它會 變成 什麼樣的一個形式 所以呢我們就把這個 P加Landa 當成是 Affine transformation的輸入 然後 利用這個 Affine transformation的定義 他就是AA乘上我們的輸入 P加Landa 然後加上B 那展開之後呢 展開之後呢 我們可以稍微整理一下 第一個等式可以寫成 Ap加上B 然後在後面再加上Landa 那 我們 稍微觀察一下會發現這個 Ap加B 其實就是 Tfp 所以這個 Tfp加Landa 最後可以 被改寫成 Tfp加上Landa 那我們觀察一下這個 P加上Landa 經過Affine transformation之後 它可以寫成 一個向量加上Landa 乘以另外一個向量 所以呢 這仍然是一個 這仍然是一個 直線的表示 的集合表示 所以 所以這個 Tfp加上Landa A 這個仍然是一個 直線的集合表示 也就是說經過 Affine transformation之後 直線仍然是維持直線 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第二個特性 就是 Affine geometry 它會保持這個平行的特性 現在假設我們有兩條 直線 L1跟L2 L1它是 集合的形式是 寫成P加上Landa 然後L2 以集合的方式來 表示是 可以寫成 Q加上Landa 那 這兩條直線是平行的 因為他們控制方向的那個向量 都是 都同樣是A 所以L1跟L2它是平行的 然後呢 L1跟L2它 不會是同一條直線 假設這個P跟Q 是不一樣的話 那麼L1跟L2就不會是同樣一條直線 好接下來呢 我們來算一下 L1跟L2 經過同一個 Affine transformation之後 它會 變成 什麼樣子 那上一頁頭影片已經有 演算過了 就是這個 L1經過Affine transformation之後 它可以寫成 T 加上Landa 那同理 T L2經過 Affine transformation之後 它可以寫成 T 加上Landa 那我們發現 這個T T T L1 它的方向是由 Aa來控制 然後T L2它的方向 也是由 Aa 也是由 Aa 向量來控制 也就是說 T L1跟T L2其實是平行的 那我們也就證明了這個 Affine transformation 它不會 改變平行的這個特性 的性質 下面我們來看 下面我們來看 第3個性質 這個Affine transformation 它會保有 在平行線上的線段比例 這個我就不證明了 我們實際上 直接 講結果就好 假設我有兩條 平行直線 第一條直線 上面有一個線段 AB 然後呢 第二條直線 上面呢有另外一個線段 CD 然後經過 Affine transformation 之後呢 我假設 A會 A會 A會變成 A' 然後 B會變成 B' 同理呢 C經過 Affine transformation 之後會變成 C' D經過 Affine transformation 之後會變成 D' 然後 我們去計算這個 A' B'這個 長度與 C' D'這個長度的比例 會發現 這個比例呢 跟前面的這個 AB除以CD 是一樣的 這個可以用數學的方式來證明 那有興趣的話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投影片左邊這邊的證明 所以也就是說這個 Affine transformation 它會 保有 平行 直線上面 線段比例的這個性質 下面我們來看 Homogeneous coordinates 假設我們有一個 二維的向量 如果我們要把它變成 Homogeneous coordinate 就是在 XY的下面補一個1 同理我們如果是 三維的向量 我們要把它變成 Homogeneous coordinate 我們就是在這個 三維向量的下面 也是補一個1 然後 假設我們要 從這個 Homogeneous coordinate 回到原來的2D 或者是 回到原來的3D 那要怎麼做呢 好 假設呢 我們現在有一個 Homogeneous coordinate 它是 XYW 我們如果要回到二維的話呢 就是把 這個 前面的這個 XY去除上 第三個 Entry 也就是除以W 所以會變成 X 會變成一個 2乘1的向量 這個2乘1的向量 它的第一個 Entry是 X除上W 第二個Entry是 Y除上W 同理 假設我們要把一個 Homogeneous coordinate 轉回一個 三維的向量的時候呢 就是把 X去除上 最後一個Entry W 然後把 Y除上最後一個 Entry 然後 同理也是把 Z乘上最後一個Entry W 那下面我們來看這個 Projective transformation 呃 前面我們提到嘛 就是 如果我們是要 如果 我們要 對這個 XYW 或者是 XYE 做這種 Transformation的話 我們前面要乘以一個 3乘3的矩陣 然後 呃 假設 這個3乘3的矩陣呢 它 呃 它如果是 Projective transformation的話 它可以寫成這種形式 就是說 它有8個自由度 所以這8個自由度分別由 H1到H8來表示 然後它的那個 第9 呃它的 33那個Entry是1 就是說 呃那個地方是固定的 然後我們 呃做一些矩陣的運算 可以發現說 這個 呃 Projective Transformation呢 它可以寫成兩個矩陣相乘 第一個矩陣是我們前面介紹過的 Affine Transformation 也就是說它的 第3個Role 它的前兩個Entry是0 這個是我們前面 已經學過的 Affine Transformation 那它乘的第2個矩陣呢 是一個單位矩陣 然後 然後它的第3列的前兩個Entry是H7跟H8 好那因為我們前面已經 介紹過這個Affine Transformation了 所以我們就只要把注意力放在後面這個第2個矩陣 好那我們來試一下 就是說我們如果把後面這個第2個矩陣跟這個Homogeneous Homogeneous Coordinate相乘 它會得到什麼樣的結果 相乘跟這個 這個Homogeneous Coordinate相乘之後呢 我們會發現它的第3個Entry 是H7x加H8y加1 那假設我的H7跟H8 不是0的話 那我的第3個Entry 就不會是1 就會出現1以外的值 好那我們前面有講過嘛 我們要把 Homogeneous Coordinate回到這個 這個2維 2維向量的話呢 我們要把 x去除以第3個Entry 也就是除以 H7x加H8y加1 同理 這個y也要除以第3個Entry 那只要我這個H7x8不是0 這個x除以 的這個數呢 它就會是一個不是1的這個數 那這個事實上呢就是會 事實上這個運算就會是一個 non-linear的一個運算 因為我們前面 大家如果在學線性代數的時候 這個 linear transformation都是 就是把你的輸入去乘上一個 矩正嘛 你不會去把你的輸入去除上某一個 某一個數 如果你把你的輸入去除上某一個數 那你這個 轉換就不是一個 linear的轉換了 所以我們這邊 在把Homogeneous Coordinate 轉成 2維向量的這個過程 假設你的這個 H7x8不是0的話 那x除的 x就會除以一個不是1的 scaler 那這個其實就是一個 non-linear的transformation 所以呢 projective transformation 其實是一個 non-linear的transformation 下面用一個實際例子來 解釋這個projective transformation 現在我有三條直線 分別是藍色的 跟橘色的 跟綠色的 三條平行的直線 那我把這三條平行的直線 經過一個 我們前面講過的 就是一個 identity矩陣 然後只是說我把它的第三列 的H7 設成0.01 然後把H8 設成1 然後經過這個 projective transformation之後 這三條平行直線呢 它 經過這個transform之後的結果 它就 不會再是平行的 它會變成 它還是仍然是直線 但是呢 這三條直線不會是平行的 它會 相較於 某一點 那這個也就是我們 在影像上 看到的一個 結果 比方說 大家可以把 想像 可以把這個三條平行的直線 想像成鐵軌 然後我們在 我們如果對著鐵軌照相 我們會發現這個相片中的鐵軌 會在 遠方 相較於一點 那 這個 在遠方相較於一點 其實就是 經過這個 projective transformation的結果 那下面我 用這個實際的運算 讓大家來驗證一下 假設我今天 我的藍色這條 直線 它有兩個端點 是A跟B兩個端點 那假設A是101 那我把它經過這個 projective transformation 那算出來的 結果是 1.01 那我們要把這個 homogeneous coordinate 轉回到 二維的向量 所以要把 這個1跟0 去除以 第三個 entry 那它這樣就回到了 二維的向量 那我以 這個A'來表示 那同理呢 我們也可以 把這個B這一點 經過 同樣的 projective transformation 然後去 計算得到 B'這一點 所以 藍色這條直線 經過 projective transformation 之後 它就變成下面這個圖的 A'跟B'相連的這條藍線 那同理我們可以去 對這個 橘色的兩個端點 也就是CD 去經過 同樣的 projective transformation 那 C會變成這個 C' 然後 D的話會變成 D' C' 這個 C'跟D' 這個連起來的這條 局線呢 就是 C跟D 這條局線經過 projective transformation的 結果 那我們會發現就是說 原來 原來是平行的兩條直線 經過 projective transformation之後 它 它這個平行的特性就消失了 但是呢 這個直線呢 仍然維持是直線 只是說這個直線會 相交於同一點 那下面 我們可以以數學的方式 實際上去 算出 它會到底會相交於哪一點 假設我現在有兩條平行的直線 Ax加By等於C Ax加By等於D 這兩條直線是平行的 因為它的斜率是一樣的 那我們可以去算一下 第一條直線它會通過 這兩個點 然後第二條直線它會通過這兩個點 然後呢我們把這兩個 我們把第一條直線 通過的兩個點 去經過這個 projective transformation 去 算出 經過 projective transformation 之後的兩個點 我們再把這兩條直線 我叫做 A'b'好了 我們再針對這個 A'b'去算出這條 新的直線的一個方程式 同理我們可以對第二條直線做一樣的事情 我們可以 假設經過 projective transformation之後 我們得到 C'跟D'兩個點 然後同樣我們也是對 C'D'去 算出一個直線的方程式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發現 新的這兩條直線方程式 它們的斜率會是不一樣 因為 這個x它乘的是 UC加A 跟你另外一條直線 你另外一條直線 這個x乘的是 UD加A 它的 你只要C跟D不一樣的話 這個x前面乘的這個數是不一樣的 所以也就是說 新的這兩條直線 它不會是平行的 既然它不會是平行的 它就會 相交於一點 那我們可以 去 去求解這兩條直線的交點 就可以算出 它們會相交的那一點的坐標 下面我們來 介紹這個 Vanishing Point 假設呢 我們來看這個 投影片 它裡面有一個照片 這是它 造一個 鐵軌的照片 那 我們知道嘛 這個鐵軌是平行的 在三維世界中的鐵軌是平行的 可是在這幅照片裡面呢 這個 平行的鐵軌它會在 無窮遠處 相交於 同一點 那這個其實 它的原因就是我們前面介紹的 這個 projective geometry的關係 然後 我們會把這個 平行線 所相交的這一點 叫做 Vanishing Point 那 這個Vanishing Point在這個影像中呢 最多會有三個 Vanishing Point 最少會有一個 那等一下我們可以看一些例子 好 那假設我們 這一幅 我們這個影像中 它有兩個 Vanishing Point的話 它最多會有三個 Vanishing Point 然後 最少是一個 那假設它有兩個 Vanishing Point的話 我們可以把這個水平方向的兩個 Vanishing Point 連起來 連成一條線 那這條線就會叫做 Vanishing Line 或者是 Horizon Line 就是水平鍵 Vanishing Point 那這一頂影片呢 就是 它 畫出了三個例子 A這個例子就是它只有一個 它只有一個 Vanishing Point 那 B這個例子呢 它會是 它有兩個 Vanishing Point 然後 C的話 它是有 三個 Vanishing Point 那假設呢 以 B這個例子來看 我們可以把這個 這兩個 Vanishing Point 連起來 那連起來 這條線就稱為 Vanishing Line 或者是 Horizon Line 那 同理就是 C這個例子的話 我們可以把水平方向 就是跟 Z方向無關的 這兩個Vanishing Point 連起來 那連起來的這條線就稱為 Vanishing Line 或者是 Horizon Line 好 我們以一個 畫 那個 油畫來解釋 我們來看一下 這幅油畫 這幅油畫 如果我們把這個 它的柱子 上面的 這個 頂端 把它連成一條線 就是這條 連成這條線 然後 將這條直線呢 一直延伸 延伸到 油畫的 最下面 這條線 同理我們可以把 另外一邊的柱子的 最上面 連成一條 的邊緣連成一條直線 然後也是一樣把它延伸到 畫面的最下方 那我們會發現 這兩條直線會相交於 一個點 那這一點呢 其實就是 Vanishing Point 這條線 同理 我們也可以去對它的 比如說它的地板 它的地板有一個正方形的這種 pattern 那我們可以把它 這個正方 沿著這個正方形的pattern去 劃出一條直線 也是一樣去 無線 往它的 畫面上方 去做延伸 然後 也是一樣去找 它的這個 地板 這個正方形 它的紋路 把它連成一條直線 然後沿著 畫面的上方做延伸 也是一樣會發現 它也是會交於 一個點 這個點跟我們前面的那個焦點 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 以這幅畫來說 它只有一個 Vanishing Point 那 但是不同的畫 或者是不同的相片 它會有不同的視角 它 可能會只有一個 Vanishing Point 也可能有兩個 最多 會有三個 附帶講一下 這幅畫是 叫做 雅典學院 就是School of Athens 它是 拉斐爾畫的 那這幅畫呢 它是在 梵蒂崗 博物館裡面 它是 梵蒂崗博物館的 正館 正館之寶 之一 那梵蒂崗博物館 它有 兩個正館之寶 一項的話 就是雅典學院 那另外一項是 米開蘭基羅的壁畫 它畫的是 那個 創世紀 就是有兩根手指頭碰在一起的那幅畫 那大家如果有機會到 梵蒂崗博物館的話 可以去 參觀一下 雅典學院 跟 米開蘭基羅的 創世紀 前面我們介紹 這個拉斐爾的油畫 它是利用 Vanishing Point 把觀眾的 焦點聚焦在 Vanishing Point 這個點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介紹 就是 在 相片中我們如何利用 Vanishing Point的資訊 來得到這張 畫面中的幾何相關的資訊 那首先 我們來看一下這張照片 它有 A B C D E 這五個點 那請大家判斷一下 相機的高度是在哪一個點的位置 那我們可以從這個 Vanishing Point的資訊來 得到相機的高度到底是在哪一個地方 首先呢 我們要先把 Vanishing Point 找出來 那我先沿著這個 窗戶的最上圓 畫了一條藍色的虛線 然後 做延伸 然後也是一樣 沿著這個 櫥窗的最上圓 畫一條藍色的虛線 也是往前延伸 那這兩條虛線呢 會相交於藍色這個點 然後利用相同的做法 我將這個 這個房屋的最下圓 然後 畫了一條黃色的虛線 然後也是 往兩邊延伸 然後再沿著這一個 這也是另外一個 櫥窗的上圓 然後畫一條黃色的虛線 然後向兩端延伸 那這兩條虛線呢 會相交於黃色這一點 那於是我們就找到了 藍色跟黃色 兩個Value Stream Point 然後呢 我們把這個兩個Value Stream Point 連成一條 直線 也就是紅色的這條虛線 紅色的這條虛線 就稱為Value Stream Line 然後呢 Value Stream Line 所在的這個高度呢 也就 也就會是相機所在的高度 所以回到前一頁 我們來看一下相機的高度在什麼地方 它是在Value Stream Line的位置 也就是C的位置 所以 這張照片 相機的位置是在 C這個位置 好那等一下我們會有一個圖形來解釋 為什麼Value Stream Line 所在的位置 就是相機的高度 下面我們來看另外一個例子 假設我們這邊有一個 呃 告示的桿子 就是No Standing Anytime 這個紅色招牌的告示的桿子 假設我們想要把這根桿子 往後移 移到 呃黃色X的這個位置 那 假設我們把這根桿子移到黃色X這個位置的時候 那桿子的高度要如何做調整呢 呃我們知道 桿子如果離相機越近 那它的高度要越高 如果 呃反之如果 桿子離相機越遠 那它高度應該要是越矮 但是 呃我們要如何去 適當的調整它的高度呢 也是一樣我們也是可以利用這個 這個Venition Point的資訊來做調整 那首先呢我們 依照前面的方法先 把這個Venition Line找出來 就是說你先找出兩個Venition Point之後 將兩個Venition Point連線 那連成的這條線 就是Venition Line 然後我們將這個告示牌的 這個底部 跟我們想要 移的這個位置 就是X這個位置 兩點連成一條直線 就是藍色的這條虛線 那藍色這條虛線 它會跟Venition Line 交於綠色的這個點 然後我們再把綠色的這個點跟 這個告示牌的最頂端 去做一個連線 然後呢 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上面的 這一條藍色的虛線 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們再把 綠色X這個位置 往上 延伸 就得到綠色這條虛線 然後呢 綠色的虛線跟上面這條 藍色的虛線 這個交點 就是我們所要求的 在X這個位置 這個告示 這根桿子它的正確的高度 我們可以想一下說 為什麼這個方法 它找到了這個高度就是 這個桿子它正確的高度 那原因是因為 如果我們把這一根桿子 在三圍空間中做移動 然後呢 我們把這個桿子的頂端 跟它移動之後的位置的頂端 連成一條直線 然後呢 另外一條直線是這個桿子的底端 跟它移動之後 位置的 呃 底部 連成一條直線 那 在三圍空間中 這兩條直線應該是平行的嘛 因為 桿子的高度並沒有改變 可是 這兩條平行的直線在 呃 相片中 它會 相較於一點 就是因為我們前面所講的 呃 projection geometry 三圍空間中兩條平行的直線會在 呃 相片中 相較於一點 那這一點呢 其實會落在這個 Valution Line上面 所以 我們可以利用這樣的原理 呃就是利用Valution Line來找出 這個 桿子在 相片中的 其他位置的正確高度 我們這一頁投影片介紹的方法 呃 也叫做透視法 那這個透視法呢是 畫家在做畫的時候都會用到的方法 呃也就是說 呃 近的東西 要 近的東西它的 高度比較高 然後遠遠 同樣的 高度 呃同樣的物體它離 呃 觀測者越遠 那它的高 它在相片上的 高度應該越低 那這種方法就是 透視法 畫家做畫的時候都要 符合這個透視法 他畫出來的這個 這個畫作 他的 畫出來的作品 不管是油畫或者是水彩 或者是素描 才會符合我們 人類眼睛 所看到的 呃感受 所以 呃這個透視法是 畫家在做畫的時候一定 呃都會用到的一個方法 那下面我們來 看就是為什麼這個Version Line 所在的位置就是相機的高度 那這邊 呃有一個圖形 呃來解釋這個 呃 解釋這個現象 那首先我們來看這個C C這一點呢是相機的中心位置 然後呢 然後呢假設相機的成像平面是這個 呃白色的 這個 呃白色的方形 就是這個Image Plane 假設它是相機的成像平面 然後最下面這個有一個 Reference Reference Plane 就是假設它是我們的地板 然後我們把這個 我們從這個相機的中心 往這個 地板的方向 Reference Plane的方向垂直畫一條線 那它會穿過這個成像平面 那假設這個焦點叫做V 那這個V呢 就是它會是一個Venishing Point 它是Z方向的Venishing Point 然後現在假設呢 我們把這個 Reference Plane 往上水平 呃提升 一直提升到跟這個C 相同 一直提升到跟這個C相同的高度 那這個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Reference Plane呢 它就會穿過這個Image Plane 然後跟 Image Plane相交於一條線 那這條線呢 就是 我們前面所 我們前面所找到的那個Venishing Line 那從這個圖形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Venishing Line 在這個成像平面上 Venishing Line的高度 其實就是相機 所代表的高度 好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個實際的例子 呃這個圖 這個投影片有兩張照片 左邊這張照片呢 它是從海灘拍的 然後呢 右邊這張照片 它是從 海灘 上面的一個 一棟飯店拍的 這棟飯店呢 它有很多層樓 那這個攝影者 它是在六樓拍的 那它往海 海平面上拍的時候 它有拍到 兩艘船 那我們來觀察一下 這個海平面跟這個船的相對位置 左邊這張照片呢 我們可以觀察這個海平面是在這個 這個船的下方 那可是呢 右邊這張照片 這個海平面是 海平面的位置是在這個船的一半的位置 那為什麼這兩張照片會有這個差別呢 這個可以 從我們前面一頁 所解釋的那個 Vanishing Line 來解釋 這個海平面其實就是 Vanishing Line的 位置 所以 這個海平面 我們可以在海平面 畫一條線 那這條線其實就是 Vanishing Line的位置 那我們前面講過 Vanishing Line 所代表的高度 就是相機所在的高度 那因為 我們在 你如果是在海灘的話 相機的高度會比較低嘛 所以 相機的高度是 在海平面的高度 它會比 船 它是在船的最底端 那等到我們 爬到那個六樓之後 在這個時候你再去照相 那相機的高度就提高了 那所以這個時候呢 相機的高度就是 Vanishing Line 它的高度在右邊 這張照片 它已經提升到了 船的一半的位置 所以 我們從這個 船跟海平面相對的位置 我們可以來判斷 相機的高度 到底 是在什麼地方 下面我們來看 Cross Ratio Cross Ratio 不會隨著這個 Perspective Projection 就是不會隨著 Projection Geometry 而改變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下面這邊有兩條直線 我們可以把第一條直線 想像成是 限時三維空間中的直線 那這條直線上面有四個點 A B C D 然後我們可以把另外一條直線 這條比較 這條有點斜斜的直線 想像成 這個成像 成像平面上面的直線 然後呢這個A' B' C' D' 分別就是 A B C D 投影到這個成像平面上的投影位置 那這邊所謂的Cross Ratio 它是有兩個 Ratio相成的 那這個相成之後呢 它的分子是 AC乘BD 就是 這個AC乘上BD 這是分子 分母的話是 BC乘上AD 就是BC乘上AD 這兩個線 這兩個線段相成 那同理這個是 真實 真實世界中的直線的 Cross Ratio 另外一個部分呢 是 在投影 平面上的 Cross Ratio 它的 計算方式也是一樣 分子是 A' C'乘上 B' D' 然後分母是 B' C' 的長度去乘上 A' D'的長度 然後 這個結果呢是說 在真實世界中的直線 的Cross Ratio 會等於 在這個 成像平面上 這一條直線的 Cross Ratio 然後這個 Cross Ratio 它有另外一個版本 它另外一個版本是 它將分母稍微 替換一下 它將這個分母從 BC C' A' D' 換成 A' B' C' D' A' B' C' D'是 這兩段位置 這個版本的 Cross Ratio 也是 也是對的 大家可以看 試情況來決定 你要用哪一個版本的 Cross Ratio 好 下面我們來證明 Cross Ratio 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等號兩邊 Ratio 它是一樣的 它叫 Cross Ratio的原因是 因為它是交錯的 交錯相乘的比例 所以它的名稱叫做 Cross Ratio 首先 我們來觀察 我們會用到一個 我們會用到一個觀察 就是說我們去看這個 三角形 OCA的面積 我們去看這個三角形 OCA這一塊的面積 然後根據公式的話 它是1 2分之1 這個底 底就是AC嘛 然後高的話是H 小H 然後我們可以利用三角形面積的另外一個公式 就是它是 1 2分之1 OA OC乘上 這個 OA跟OC的夾角 也就是 這個Sine 角COA 同樣的 同樣的面積公式我們可以應用在其他的三角形 比方說 三角形 OCB 三角形 ODA 或者是三角形 ODB 我們都可以做一樣的這個 公式推導 好 這個時候我們去回到我們前面的 Cross Ratio 我們前面的Cross Ratio 分子是AC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根據上面的公式 就是把AC換成 字換成其他數值 根據這一條我們可以把AC 換成 這個OA乘上OC乘上Sine 角OCA 然後再 除以H 這個H它省略了 因為 等一下分母也會有H 所以 分子的H跟分母的H消掉了 同樣的我們對 分母的BC也可以根據這個面積的公式把 這個BC換成 OBOC乘上Sine 角OCB 再除上H 就是這個 分母的部分 那也是一樣 因為分子分母有H所以消掉了 那同樣的我們也可以把BD 換成這個 OB乘上OD乘上Sine 角 Dob 然後把AD換成 OA乘上OD乘上Sine 角DOA 這個是真實 世界中直線的 Cross Ratio 那我們用同樣的 方法也可以去計算在 這個 成像平面上這個直線它的Cross Ratio 好那我們可以把A'C' 換成OA乘上OC乘上Sine 角 這邊應該是Sine 角C'OA 但是呢因為 這個Sine角 Sine C'OA'跟這個Sine C'OA 其實是一樣的 因為 這兩個三角形的甲角 C'OA這個甲角 這個甲角 C'OA'跟甲角 C'OA'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可以 呃 我們最後可以證明得到 這個 真實世界上 真實世界的Cross Ratio 跟投影 投影直線的Cross Ratio 是一樣的 原因是因為這個 三角形的甲角 就是角C'OA'跟這個 C'OA'是一樣的 那同理這個 三角形的甲角 D'OB'跟 這個三角形的甲角 D'OB'是一樣的 分母的部分也是類推 那這邊呢我們就證明了這個 Cross Ratio 接下來呢我們用一個實際的例子 介紹如何應用這個 Cross Ratio來算這個距離 好那假設我們 我這邊有一張照片 那照片中 他有ABCD 四個點 ABCD代表的是照片中的 直線上的位置 然後 下面的這個A' B' D' C' 代表的是真實世界 的 位置 好那在 真實世界中呢 我們假設 A'到B'的距離 是7公尺 然後 B'到 C'的距離 是W公尺 W是未知的 是我們等一下要求的 然後 C'到D' 的距離 是已知的 是6公尺 然後在 這個照片裡面呢 我們可以去量測 A跟B 的距離 假設他是34個pixel 然後B'到C'的距離 是20個pixel 然後C'到D'的距離 是10個pixel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利用 Cross Ratio來算出這個W 的真實距離 好那 我們就是利用前面所講的那個 Cross Ratio的公式 我們先去算出 AC的 距離 AC的距離是 30加20個 pixel AC的話就是AB加BC嘛 所以就是30加20個 等於50個pixel 然後BD的話就是 BC加CD 所以是20加10 然後分母的部分 分母的部分是BC BC的話是20個pixel 然後AD的話是 就是AB加BC加CD 所以就是30加20加60 那同理呢 右邊 右邊是那個 等號左邊是 相片 相片上面的距離 所以他等號的左邊的單位是pixel 那只不過你分子是pixel 分母也是pixel 所以分子分母那個pixel就消掉了 所以 這個Cross Ratio它是沒有單位的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等號右邊 等號右邊是真實世界的距離 然後A'B'的距離的話是 A'C'的距離是 7加W 然後B'D'距離是 6W加6 B'C'距離是我們要求的就是W 然後A'D'距離是 7加W加6 那這個等號右邊 分子分母的單位都是公尺 那因為分子分母單位是公尺 這個 做除法之後 單位會消掉 所以這個Ratio它是 這個Cross Ratio它是沒有單位的 好那 等號左邊要等於等號右邊 我們就可以去解一個 二元的方程式 那這個 我們就可以解這個 一個 Quadratic的Equation 解出來它有兩個根 一個根是 8 另外一個根是-21 那因為距離都是一定是正的 所以 我們這邊的答案是 W的距離就是8 好那從這個例子呢 我們可以去得到一個觀察 就是說 這個在 影像上面的 Pixel的比例呢 其實不能夠拿來 當作真實距離的比例 比方說 AB 跟BC 他們在相片上 的比例是 30個Pixel 比20個Pixel 但是實際上的距離呢是 A' 比 B'的比是 7m比8m 所以這兩個比例是 你如果拿直接的比例來比是 真實的 真實世界 的線段比例跟 這個 照片上面的 比例是不一樣的 那 你要一樣的話就是要透過這個 Cross Ratio 那另外一個觀察是 我們在這個 照片上面可以看到 AB的線段比 BC的 線段來的長 因為AB是34個Pixel 但是BC是24個Pixel 但是 實際上的距離呢 A' B'是7m 但是我們剛才算出來 B' C'的距離是 8m 這個實際上的距離 B' C'反而還比 A' B'來著長 這個跟我們在 圖片上所量測的Pixel的距離是 不一樣 不一樣的 剛好得到相反的結論 下面我們來看 Cross Ratio的第2個例子 然後 假設這個照片中 這個女生的身高是 1米6 然後我們想要去計算這個 照片中男生的身高 然後這個要做到這件事情呢 首先呢我們要把這個男生 移到女生的腳點的這個位置 這是要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我們把男生移到女生這個腳點的位置之後呢 他的框的高度就會改變了 然後我們可以利用 我們教的那個Cross Ratio 去推出這個男生的真實身高是多少 好那首先呢 跟前面 交的一樣就是我們要先找出vanishing point 那我們 你利用這個 一些 地面的這個 這個 縫的連線或者是這個 建築物的一些水平線我們可以找出 綠色跟 藍色這兩個vanishing point 然後呢我們把這兩個vanishing point 連成一條線 也就是所謂的vanishing line 除了這兩個vanishing point之外呢 除了這兩個vanishing point之外呢 我們還可以找到第三個vanishing point 那這個是垂直方向的 就是z方向的vanishing point 那我們是以建築物的 這個 這個柱子 的 的連線 然後可以找到這個z方向的vanishing point 好那下面是一些符號的介紹喔 假設呢我們把c點叫做女生的角點 然後b點的話是女生的頭點 然後這個a呢就是 這個a呢就是男生 我們把男生移到女生這個位置的時候 男生的頭點的位置 那接下來呢我們會先 那現在我們已經 那現在我們要把這個男生移到 呃女生這個位置的話就是利用我們前面 教的方法 首先呢就是 我們先把女生的角點跟 男生的角點 連成一條直線 也就是藍色的這條曲線 下面的這條藍色的曲線 那它會跟這個vanishing line 相較於黃色這一點 然後呢我們再把黃色這一點跟 男生的 頭點相連 那連成一條直線之後 呃就是上面的這條藍色的 曲線 然後 我們把 這條上面的這條藍色的曲線 跟 代表女生身高的這條 綠色的曲線 取交點 這個交點就是 a這個位置 所以a的話其實就是 呃這個男生在女生這個角點 他的 的時候這個男生 頭的位置 就是在a這個位置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利用 這個cross ratio來計算這個男生的身高 呃 這邊是 cross ratio的 公式 那等號 等號左邊這個是 呃分子分母都是pixel 所以這個 等號的左邊是 ac乘上bd 然後 分母是bc乘上ad 那這些 這些距離都是pixel 我們直接可以在 呃 畫面上量測距離然後算出來的 所以等號左邊這個是可以算出來的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算這個等號右邊 等號右邊的話 呃這個是真實的 真實的身高 a'c'就是男生的身高 我們以這個大H來表示這個是我們想要求的 然後 b'c'代表的就是女生的身高 他是1.6米 然後這個b'd'是指b'到 這個z vanishing point的距離 然後vanishing point其實是 呃在很下面的地方 那這個只是 呃這個 投影片上的紅色這個點 他並不是真實的z vanishing point 那我只是為了這個 畫一個代表 他真實的位置應該是在這個 呃角點的很下方 所以這個b'd'是 實際距離是非常大的 然後同理這個a'c'實際的距離也是非常大的 你可以把它當成無限大 然後呢 所以 這個b'd'除以 a'c'這一項 其實我們可以把它的比值視為1 因為 這兩項都是一個 都是數值很大的 呃一個數字 所以我們可以把 b'd'除以 a'd'的數值 看成接近於1 所以 呃我們這個 cross ratio就會變成 h除上1.6 然後這個h呢就是我們想要求的 男生的身高 然後這個 1.6就是那個女生的真實身高 那利用這個cross ratio 我們可以知道說 h除上1.6會等於這個 這邊的ac乘上bd 去除以 bc乘上ad 因為這個 ac乘上bd除以bc乘以ad 這個都單位都是pixel 直接從 圖上就可以量測的到的 所以這個數值是已知的 於是我們就可以求出這個h的值是1.6乘上後面這一項 好那以上就是 cross ratio他的 呃 第二個實際應用 他可以用來計算照片中 呃 人的身高 那不過使用這一項 呃使用這個 這個cross ratio他有一個 呃前提就是說我們必須要知道有一個參考物的身高 呃我們才可以應用cross ratio 好那 呃本週的進度就到這邊結束 那下一週我們會介紹這個pinhole camera model 那這個 他是呃相機 呃就是 真實世界 真實世界的 坐標如何投影到相機的成像平面 那他會利用到這個 針孔相機的這個模型 好那我們這個就下一個下禮拜再介紹 不是 的話 呃 那 是 呃 呢 感谢观看